我们可以辛苦12年 轻松60年 而不是轻松12年 辛苦一辈子 有知识的生活 要比没知识的生活更轻松 多读一点书 以后的生活上少一些辛苦 媒体报道 网友热议 美国SORA您听到墙外的声音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齐小天 去年8月份 我们报道了 穿过巴拿马雨林 徒步润进美国的王群的苦旅 在今年头三个月 通过中美洲 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人 就达到2021年全年的10倍 去年 至少11万6千多中国人 润出了中国 不满中共苛政的中国人 切腹僵逐 向死而生 奔向自由 我们来看看 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 逃离习近平的统治的旅途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王先生在哥伦比亚海域的 恶劣海况中 乘坐着一艘拥挤的快艇 夜间穿越边境时 开始后悔 他通过拉美地区 试图进入美国的决定 他担心船会翻 就在手机上 打了一份遗书给他的父亲 以防途中遇难 如果他到达了巴拿马的海岸 他将开始艰苦地 徒步穿越雨林的旅途 王先生是在习近平统治下 冒着被逮捕 逆水和抢劫等风险 通过八个国家前往南部美国边境的 大规模中国人群体中的一部分 联合国难民署 在2022年中期的一次测算中统计出 全球有11万6868名中国人 正在寻求避难 而2012年 习近平上台之前 这个数字仅有15362人 这些联合国的数据 不包括使用工作 旅游或其他类型 签证进入其他国家的中国人 他们离开中国的数据在过去十年中也有所增加 今年前三个月 有3855名中国移民穿越连接南美洲和中美洲的约60英里的险恶地带 成为从哥伦比亚穿越达连山地区的第四大群体 相比之下 2022年共有2005人 而在2010年至2021年这几年中 穿越达连山地区的中国人总数近为376人 至其中 许多人要么在疫情期间的大距封控中失去了收入来源 要么有过与中国有关部门接触的痛苦遭遇 当疫情在2020年爆发时 30岁的黄先生在两年的失业后 于11月份被郑州富士康工厂聘用 当年参与关于合同的抗议活动和保安发生冲突后 他被解雇了 警方要求他前往警察局 但他还怕会被关进监狱 于是开始计划离开 黄先生于去年12月 向网上的贷款人借了13000美元 为了获得护照 黄先生在网上支付了一笔钱 以获得一封看起来像是来自国外大学的假录取通知书 他对中国边境官员撒谎说 他去那里调查餐厅 而获得了去土耳其的签证 在伊斯坦布尔 黄先生说 他卖掉了自己的iPhone13 买了一部旧手机 为了不会在路上招来抢劫 然后他飞往俄瓜多尔 打定美洲路线上唯一允许中国人无签证入境的国家 黄先生于1月下旬抵达基桌 他和另一名中国男子一起支付了一名走私者的费用 让他们乘车越境进入哥伦比亚 但是那里的一些人自称是哥伦比亚移民官员 接受他们并扣押他们 直到他们给出身上所有的钱 他们被释放后 黄先生用他在运动鞋鞋底藏的200美元 就用出租车把他们送到哥伦比亚的内科科里 像黄先生这样的跋涉成本从7000美元到1万美元不等 用于支付走私、交通和住宿费用 在内科科里 黄先生结识了来自广东的皮革商人李小山 李先生和他16岁的儿子Yohan同行 42岁的李先生在中国有资产 曾在国内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 是多年来 他曾参加反对环境污染的抗议活动 也曾声援过香港的民主运动 几周后 经过数次危险的海上和路上旅行 黄先生到达了墨西哥 许多中国人表示 从墨西哥出发 要支付650美元的走私费用 让走私机船 把他们带到靠近美国边境的地方 黄先生只花了这个价格的八分之一 买了一张长途汽车票 长途汽车发车不久 当地警察截停了这辆车 并把它拖下车 他说 他因未能获得进入墨西哥的 适当过境许可证 而被关进了十天监狱 他被释放后 被送回了墨西哥最南端的 州恰帕斯州 他随后与在那里遇到的 其他三名中国人 合作购买了两辆摩托车 并通过手机访问自己的银行账户 提取资金 这个团队跟着从谷歌地图 下载的自行车路线向北前进 以避开警察 几天之内 这个团队上了墨西哥的101号公路 这条路因暴力犯罪频发 而被称为死亡公路 在塔毛利帕斯州的拉科马镇附近 一辆面包车开始追赶他们 车上的人挥着枪大喊 中国人 中国人 黄先生加大油门冲向附近的军事检查站求员 而他的乘客则跳下摩托车逃到灌木丛中 他的同伴被拖上了面包车 但是通过装心脏病发作而成功逃脱了 士兵们后来在路边上发现了黄先生的同伴 他已经严重脱水 军方释放了他们 但他们失去了摩托车 后来在拉科马附近 一个当地中国人开车把他们送到了边境 他们翻越了边界墙 向德克萨斯州的边境当局自首 黄先生申请避难并被释放 他将于本月晚些时候进行听证会 他的旅途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黄先生说 在中国看不到希望了 但凡有其他办法 谁愿意背井离乡 一名31岁的中国女子 与他的丈夫和8岁的女儿 在今年1月底走的就是这条路线 她丈夫是政治异议人士 她说 她觉得在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 颠簸的道路上乘坐长途巴士 比穿越达连一口更难受 一位来自成都的51岁女子说 她离开中国的主要动机 是让17岁的儿子 能够到别的地方上学 脱离中国压力巨大的教育体系 她的儿子和她同行 她说她内心有一种劲儿 一种对美国的渴望 她认为美国有最好的教育 技术和文化 一名来自湖北省的34岁男子表示 多年前在中国 官员们拆除他的房子时 推主机压坏了他的脚 他失去了几个脚趾 走路变得一瘸一拐 他就这么屡步蹒跚地穿越了达连一口 一位来自北京的商人说 一家国有企业与他有纠纷 对方发来了死亡威胁 所以他离开了 自去年10月 美国政府预算年度开始至今年2月 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 在西南边境沿线抓获了 4271名中国公民 是上一年同期的12倍 在中国各个收入阶层 都有大量的人在外流 这些不顾危险 经由拉丁美洲进入美国的中国移民 是其中的一部分 习近平上台后 民营部门受到挤压 被迫裁员 这促使企业家外逃 还有人担心 随着习近平开始第三个执政任期 政治高压只会变得更让人窒息 昨天 一个美国保守派网站的推特账号 发了这样一条视频 这条推文写道 这段视频是今天中午左右 在巴纳玛圣维森特移民营拍摄的 只是一排中国移民 在排队等候下一班开往 哥斯达里加边境的巴士 这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 人具有天生的生存 自由 追求幸福和财富的权利 这就是天赋人权 磕正猛如虎 卷不赢 躺不平 用脚投票 逃离中共磕正 这些中国人在巴纳玛雨林的泥泞中 唱响了一首不自由 慕宁死的悲歌 请在留言区里为这些中国人点赞 另外 我们的栏目组 去年拍摄了一部 关于一家三口穿越巴纳玛雨林 翻墙进入美国的纪录片 片名叫《向死而生》 如果您有兴趣 请点击屏幕下方简介栏中的链接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20多年 就是因为巨大的人口红利 如今中国的人口数据已经开始崩溃 根据推算 最近印度的人口数据会正式超越中国 这给了印度又一个可能超越中国的条件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的人口在过去两个世纪 一直是世界上最多的 现在印度正在取代中国 这标志着全球秩序的重大转变 联合国表示 印度的人口预计将在今年超过中国 许多人口统计学家估计 这要么已经发生了 要么可能会本月发生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 印度的人口预计将在今年年底达到14.29亿 中国将有14.26亿人口 印度的人口增长意味着 它有可能保持经济增长 购买更多的世界商品 并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更大的角色 中国的人口增长面临的困境 将使该国更难实现其经济愿景 或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 一直是美国的自然合作伙伴和投资目的地 虽然印度仍在大量购买俄罗斯的石油 印度与美国在对中国的共同关切中 关系走得更近 印度的人口预计 未来40年会持续增长 并在2063年达到将近17亿 根据政府数据 中国的人口去年出现 自上世纪60年代大饥荒以来的首次下降 到下个世纪初 印度的人口预计将是中国的两倍 印度看起来像30年前的中国 它有着快速增长的劳动年龄人口 6.1亿人年龄在25岁以下 相对较少的老年人需要照顾 它将是唯一一个具有接近中国劳动力规模 并成为潜在世界工厂的国家 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正在减少 而需要养老金和医疗保健的退休人员数量 正在增加 近年 中国人口的14.3% 约2.03亿人 年龄在65岁及以上 在2000年时 这个数字仅为8750万人 中断期内 国际货币基金会组织预测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约为4% 印度的经济增长率约为6% 最近 印度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印度国家银行发布的报告预测 印度可能在2029年超越德国和日本 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第三大经济体 文章中提到 中国的人口挑战是可以被征服的 并且 如果教育和技术进步发展得良好 那中国至少可以抵消劳动力减少的影响 观众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可能吗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习近平原本说好了 见门普京后和泽连斯基冲话 结果快一个月后 两国领导的会面依然一点重景都没有 而在这段时间里 习近平会见了欧盟领导人 冯莱德恩时 承诺将在合适的时间 与泽连斯基沟通 然而这还是没有发生 纽约时报分析了 为什么习近平依然不肯与泽连斯基冲话 报道说 习近平核实 以及是否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通话的问题 反映出两国在俄乌战争的不确定关系 在这场战争之前 中乌贸易和文化交流一直在增长 现在双方都在权衡 有时互相冲突的目标 乌克兰正在争取中国的支持 以遏制俄罗斯的侵略 但是乌克兰非常清楚 中国在这方面的犹豫不决 另外 中国可能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因此 乌克兰公众对中国的看法正在恶化 与此同时 中国希望在冲突中保持其公开宣扬的中立立场 与泽连斯基的谈判可能会增强其作为负责任的全球大国的形象 但是 中国还将这场战争视为改变未来世界秩序的代理战争 美国站在一边 而自己和俄罗斯站在另一边 现实是 乌克兰作为一个遭受侵略的国家 在经济上对中国的吸引力不如以前 在入侵之前 两国曾有日益加深的关系 这在他们的经济交流方面表现突出 在2017年至2021年间 乌克兰对华出口增长了四倍 根据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份报告 到2019年 中国已成为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 乌克兰还是中国最大的玉米供应国和第二大军火供应国 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 是从乌克兰购买的一艘废弃的苏联舰艇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Yanker Orteo表示 中国也可能会看到乌克兰重建中的经济和战略机会 无论战争如何结束 这可能是成为战后重新排序的一部分的 一种有信力的方式 中国政府希望保持尽可能开放的经济关系 尽管如此 中国也不会做出太有意义的行动 中国的外交部长已与乌克兰的外长进行了对话 但政府拒绝透露高层领导人是否会进行谈话 中国专家认为 现在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通话毫无用处 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似乎都不倾向于停火 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王义伟表示 我们不是不想联系 而问题是他们会谈些什么呢 他补充说 泽连斯基希望通话的原因 是希望中国谴责俄罗斯的入侵 并呼吁俄罗斯撤回其军队 这是不现实的 有些人怀疑 习近平说要和泽连斯基见面的原因 只是为了在与普京见面前放一个烟雾弹 观众朋友们 你们觉得习近平最终会与泽连斯基通话吗 就这么拖着 习近平到底怕什么呢 下面我们进入荒诞图片环节 上周五 巴西总统鲁拉与习近平会面 向他求助帮助重建巴西工业 新闻调查转发了鲁拉在采访中说 我时常看中国的足球联赛 中国网友回应说 这话不欠几百亿说不出来 还有 大叔 我也经常上网看巴西的乒乓球比赛 这位网友发帖说 边防战事16年没回家 回家后孩子都几岁了 瞬间破防 推特网友回应说 也可以理解为 领导太贴心了 生孩子这样的事都包办了 军队有个探亲的规定 虽然军人不能回家 不过家人可以来探访 不过话说回来 中国现在又没打仗 边防军16年都不让回家 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吧 一位中国网友试图在百度上搜索习近平的生日 结果发现被404了 就连习近平的生日都算是国家机密吗 一位网友推测说 应该是出生和畜生谐音 触发了关键词 在最后这个截评里 网友发帖说 单位新来的两个25岁本科生都躺平了 气得领导都炸锅了 两个人每天到点就下班 上班了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你让干啥就干啥 今天干不完就明天继续干 推特网友评论说 这不是优秀员工吗 还有网友说 我国只要不舔领导 不玩了命的加班 就是躺平 现在我们进入本栏目的网友互动环节 让我们看看上期节目 网友们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David Kaira回应了 说子女是长期耐用消费品的专家说 子女是长周期耐用消费品的理论 是新时代的一大创新 具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 完美解释了韭菜 人矿的内涵与外延 是新时代社会科学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 王寇回应了解释 是谁会上战场的新闻主播说 很难的听到央视主播讲出公民二字 要韭菜上战场时就改成公民了 鲁华说明明是中共自己发起战争 韭菜却只能被参战去当炮灰 真是可悲又可怜 就说个最实在的 现在有哪个国家会主动对中国发起战争 根本没有 有的只是为了抵抗中国侵略 节目最后咱们来看几个荒诞视频 网友转发视频说 这就是北部战区海军的战斗力 推着网友评论说 卡脖子技术就这样轻易试人了 这个小学生跟大家讲述了 为什么要辛苦学习 穿上孔衣级长衫 我们可以辛苦12年 轻松60年 而不是轻松12年 辛苦一辈子 你知道爸爸妈妈 为什么逼着我们读书吗 就是因为他们经历了 生活的风风雨雨后 才知道有知识的生活 要比没知识的生活更轻松 所以他希望我们多读一点书 以后的生活上 少一些辛苦 输到用时 方汉少 人无生活 不知难 孩子 你难道不知道 就算你12年寒窗苦毒 穿上孔衣级的长衫 现在政府依然需要你脱下长衫 去血汗工厂打螺丝 这位网友说 60岁以上高龄农民工的困境 没有退休工资 工厂不收 找零工也很困难 正在被城市抛弃 那些人一干活 人家拿什么肉 明天拿了 都不收了 哪个产品要 留着土区的 我大听说嘛 在那三家姑娘 干个 干个一百两百块 都高个什么 一公里面都不一公里 这个是要口网里面的 做些花子很难 你干 既找不到工作 也没有退休金 大家说 这些曾经为基建狂魔 立下汗马功劳的第一代农民工 有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的未来呢 美国热搜建立了一个Telegram的电报群 名字叫美国热搜网友爆料交流群 我们把加入该群的link放到里描述区里和制定留言中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加入 给我们爆料你们身边的新闻 另外也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加入美国之音的官方电报群 今天的美国热搜就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记得点赞和关注我们 如果大家有任何有趣的话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分享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